什么样的水彩才是最屌的呢 在周董的新专辑最伟大的作品中 出现了唯一的一张水彩 不是传统的写实 也不是风靡各大平台的二次元 而是长玉的一张中国风的水彩 正如周董所说过的 不要让寒流越来越嚣张 滑流才是最屌 在绘画里中国风一直是最屌的 水彩也不例外 本期视频不仅会告诉你中国风究竟有多屌 还会教你怎么画一张中国风的水彩 很多西方大师都学过中国话 像大家都知道的毕加索 他就跟中国的齐白石学过国画 他画的这一幅鱼 中国画的特征都具备了线条 简单概括墨色层次丰富 还有他画的这张人物 既有毕加索自己的风格 又有中国水墨的特色 莫奈他也正儿八经的 尼摸过国画 一百多年前他画的岁年 和一千多年前北宋的画家 赵昌所画的岁昭图 他们的配色以及构图 相差无几 很多中国画家被西方公认为世界级大师 MV当中的常誉 就是被西方公认的世界级绘画大师 他曾参加过法国秋季沙龙 法国独立沙龙 特别是在欧洲地位很高的 法国杜勒里沙龙 而他的曲腿裸女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以1.98亿港元的高价成交 其外是作品三水十二条瓶 在最新公布的世界艺术品销售榜上高居前三 还有像徐北红张大千等等这些艺术家 也都被西方艺术界所认可 水彩画总理中国风也是最屌的 在常誉还没有火出圈的时候 他把自己画的这一系列人物的作品 把水彩融入中国风的水墨 在巴黎开办了自己小型的画展 一战成名让巴黎整个艺术圈都认识了他 拥有法国文艺最高薰味的吴冠宗 他的花港关于故乡等等作品 也把水彩和水墨进行了结合 既保持了水彩画的艳丽 又不失中国画的意境 那么怎么做出中国风的水彩呢 这里我先教给大家一个简易版 画一个桃子 非常简单 有手就行 1.黄色加绿色铺底 2.画出红色部分 3.画出叶子 首先我们大致用铅笔勾勒出桃子叶子的外形 形状和位置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来调整 中国传统国画有一种画法叫做墨谷 简单点就是省去线条 或者把线藏起来 主要用色块去表现物体 我们这里也可以引用这种思路 不需要考虑太多明暗结构和写不写实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用黄色加绿色 不用调的很均匀 用少的笔触随意松动的铺满整个桃子 然后用大红色在桃子的肩部 至上而下刷一层红色 同样是随意点潇洒点 不需要整的太均匀 靠水的流动只有扩散 意思到了就行 接下来用青绿色加一点点黑 涂出叶子的形状 桃子的叶子是修长的 不要把它画得过胖 等叶子干了之后 用黑色勾出叶脉即可 如果能力稍微强一点同学 可以尝试画一只可爱的小猫 同样也很简单 只不过外形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 一画出小猫的外形 二画出黑色部分 三画上五官 四用一些线条点缀 首先我们大致画出小猫的外形 可以稍微夸张一点 不要太过于纠结猫咪的形状和透视 因为可以将中国风的写意运用进来 把一些特质按照你的喜好做一些夸张 比如我喜欢大眼睛 我就可以把猫咪的眼睛画大一些 猫咪的腿比较难画 我就用一根尾巴挡在我们的前面 模拟出猫咪用尾巴 把自己身体盘起来的姿态 接着我们来画黑色 这里分为两部分 首先是猫头 我们用稍微重一点的黑色颜料 直接涂在猫咪的头部 注意预留出猫咪眼睛的形状 黑色毛发的外形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我这里大概画了一个中分的外形 因为简单 身体部分的黑色 我们可以事先预铺一层薄薄的水分 靠水的扩散来做 尽可能大气奔放一些 等干了之后 我们可以用稍微重一点的黑色去描绘条状斑纹 用笔干净利落连贯 不要反复描摸 五官部分 我们先用浓厚的黑色 勾勒一下猫咪脸线部分 然后画猫咪的鼻子和嘴巴连接出的线 就像是一个倒过来的Y字 鼻子和耳朵的内里一起画 因为都是淡淡的粉红色 最后处理眼睛 先用中黄涂满整个眼球 然后等快要干透的时候 用浓厚的黑色 再画两条束线来模拟猫咪的瞳孔 也可以涂成圆的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可爱 最后的最后我们稍微的加一下线条 来勾勒一下边和点缀一下画面 让画面的节奏看起来更舒服 这里的勾线用的线条一般比较浓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醒目 好了 这样一只中国风水彩的猫咪 我们就做完了 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方式 去画生活里的各种物体和小动物 会很具有生活感和趣味性 主要是不走简单 也没有太多明暗和光影的表达 对于新手来说非常的友好 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它还非常的出效果 其实本期视频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一下 咱们的中国文化 不要太过于崇洋没外 其他画种的大佬 咱们Respect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支持一下 关注一叉水彩 带给你不一样的色彩小知识 我们下期见 拜拜